大家好,这里是河水洋洋实验室 今天咱们说说洋葱圈的做法 洋葱圈是西餐厅和快餐店里最受欢迎的小点和配菜 虽然生洋葱的味道有些穷凶极恶 可是呢,把它裹上面糊一炸 立刻就像换了一副面孔 那种瞬间直达后脑 让你替死横流的刺壁味道烟消云散 轻盈酥脆的外壳中蕴含着半时眷勇 半时温柔的清甜 细品之下还有一种淡淡的芳香 那么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 且经我一一道来 我们先来做一下炸洋葱的面糊 取一个杯子,将一只鸡蛋打散 加入125克牛奶 搅拌均匀 另取一只大碗,加入70克面粉 25克土豆淀粉 和1分之1茶匙泡打粉 泡打粉受热后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 这是洋葱全轻盈酥脆口感的来源 再加入1分之1茶匙白糖 1分之1茶匙盐 和4分之1茶匙修养力辣椒粉调味 把碗里的干粉拌匀 然后倒入混合好的鸡蛋和牛奶 用蛋茶搅拌均匀 这样,炸洋葱圈的面糊就准备好了 将洋葱洗净擦干 去皮后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不同餐厅和地区对洋葱圈的宽窄的偏好各不相同 窄的呢,只有半个厘米 宽的有两个厘米 今天我们取个中间纸 将洋葱片拆成一个个洋葱圈 取之直径18厘米的汤锅 倒入700克菜籽油 大火把油温加热到180摄氏度 然后降低火力 使油温保持在180度 保持正确的油温非常重要 油温太低,口感不脆 油温太高 面壳炸糊了洋葱可能还是生的 没有那种清甜芳香的味道 用筷子加入洋葱圈 在面糊里上下站几下 让洋葱圈的表面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然后轻轻地甩掉多余的面糊 把洋葱圈放进油锅 停顿一秒钟,然后松手 洋葱圈会沉入锅底 之后很快会浮起来 用同样的手法把更多的洋葱圈放进锅里 半分钟后给洋葱圈翻个面 两分钟之内洋葱圈会变成诱人的金黄色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捞出来 滤掉多余的油就可以享用了 炸好的洋葱圈一定要尽快吃 因为洋葱圈里丰富的水分 让它很容易返潮 最优的模式就是一个人负责炸 一个人负责吃 所以说家里自己做的肯定要比店里的更好吃 每炸好一批洋葱圈 就先把锅里的残渣捞出来 这样可以保证之后的洋葱圈表面不会有黑点 而且可以延长油的使用时间 现在我来尝一下 嗯,外衣轻盈酥脆 而且洋葱的火候是恰到好处 软软的滋味香甜可口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订阅 或者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